不过谈到了核武 北韩不需要外界只看到他穷兵独武的一面 他可是对民生也有贡献 北韩牌手机 你手上有这一步吗 我想大概你拿不到 因为几乎他没有输出 而且北韩人民能使用的也极为少数 但观光客进入之后可以看到 不过这个手机当中有很多的奥秘 甚至它是北韩控制人民的一个新的工具 我们就来看看 金正恩给他的人民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手机 如为的掌声与喝彩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昂首步步进入文化会馆的大礼堂 其次出席第八届军需工业大会 还颁奖表扬火星15型洲际弹道飞弹有功的官员 与科学家志得意满全写在脸上 而这也是北韩电视台首次以16笔9HD规格 高画质放送 高画质果然看得更清楚 只见金大帅在台上讲的口墨横飞 台下的大大小小官员 各个表情专注 手中的笔还动个不停 他把伟大领导的金玉良言 完整抄写在笔记本上 不过北韩官员也许可以轻松一点 因为金正恩语录都已内建到北韩生产的手机中 这不仅让人好奇 北韩牌手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 南韩媒体还特地取得北韩手机 当场示范 只要动动手指 荧幕马上显示 北韩牌智慧手机在2013年才问世 最便宜的要价350美元 最贵的约为北韩人民三个月薪水 因此成了尊贵地外的象征 北韩的休闲玩乐场所就可以看到人手一击的景象 这里是平壤的海豚馆 满场的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海豚 在水中玩篮球 用鼻子顶球射门 嘴碰嘴玩轻轻 或是和美人鱼一起悠游兮兮 许多人纷纷拿起手机 捕捉难得一见的画面 不只在游乐场 讲练话 滑手机 平壤街头 随处可见 行动装置已成为平壤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美韩从2002年开始引进手机 一直到2008年底才设立第一家 也是唯一的行动通讯公司高利电信 而第一代问世的智慧型手机 长着模样 名称还非常有爱国味 阿里王手机 规格阳春 双核心CPU 相机镜头为800万画素 去年推出的第二代叫做平壤Touch 外型酷似三星手机 CPU进步到四核 今年6月推出的第三代新手机 这一锅花 杜鹃花来命名 外型类似iPhone 规格与功能 则跟北韩一样的神秘 2013年8月 金正恩巡视手机工厂后 下令大量生产还要完全自制 不过南韩媒体则指出 手机工厂没有看到生产线 只进行包装作业 进一步拆解北韩手机后 赫然发现其中重要的晶片 居然是南韩三星的过时零件 CPU 充电器 运动机构 缺少重要功能 北韩人可以送信息 听报告 查看新闻 查看新闻 最后一件最后一件事 不能做的 就是接触到网友 他们只能接触到 国家控制的网友 除了专攻外籍人士 是申请购买可上网的特定SIM卡 北韩人用的手机 被设定不能连上外部网路 更无法下载软体 手机中的应用APP 都是官方内建 可以玩过气的游戏 也可以练习弹钢琴 应用软体还少得可怜 还强迫用户接受 政令宣导 除了作为洗脑工具 手机也被用来监控人民 专用的手机作业系统 会暗中记录使用情况 甚至无预警删除档案 如果企图打开不被允许的文件 会出现错误讯息 部分拖杯者还声称 手机甚至会暗中录音 暗中监控防不胜防 公开的监控更是随时 随地进行 85%的人 都在外国的监控 没有任何人能进入 只有金正恩的最传统 最传统的支持者 都在外国的监控 宁格限制平壤居民身份 还有监督员 随时监控人民的言行 外国记者如果在街头 采访民众 监督员就会如鬼魅般出现 在采访地点来回穿梭 宛如背后铃 甚至会直接对受访者而语 看到这些景象 不得不说北韩的监视 与控制还真滴水不漏 就连便明的手机 也能做到这样 着实令人大开眼界